12月份最新的报告一个是贝莱德的 美国金融市场2024年波动将加剧建议 抛掉长期期限的美债 那高盛怎么说呢 高利率水准下 全球的央行 全球央行在内的美债投资者 争相止损 所以美债的抛售潮会强化 作为美国资产核心的美债 2024年会被加速清算 这个韩濒怎么看美债 其实美债的问题 这个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好像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少 只是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不看好而已 那他过去一直说你中国不要抛美债 可是问题是不是只有中国抛 全世界都在抛 英国也抛日本也抛大家都抛 因为拿的不安全嘛 所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叶伦与其要用喊话的方式 不如你们自己回头去想想看 你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会让大家对你美国信心如此不足 你们现在利息还停留在那个地方 那请问一下大家怎么可能对你会有信心呢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救美债 美国债来讲应该做的是 你拜登应该提出一系列的 比如说你自己美国 就是怎么样去收支平衡的一个计划 怎么样尊杰开支 怎么样去把整个 你庞大的债务去慢慢做一些处理 那你完全没有这个方面 美国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在要钱 那你只是把这个洞越来越大 我们刚刚不是才提到 他本来那时候想要夹带 就是帮助以色列顺便援助乌克兰 一下就600亿美金 被挡下 你随随便便就是600亿美金 开什么玩笑 600亿美金很多小国 一年的GDP都没有这么多 那但是他就是这样干 那你美国一直持续的 不断的这样子透支 那人家对你怎么可能会有信心呢 因为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其实并不好 如果你经济是在 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算 你现在经济看起来 是开始出现要紧缩的状态 然后你告诉我们说 你还要继续这样搞 那谁能够对你有信心呢 当然我是怀疑啦 因为罗杰斯说 实际在位158兆 如果真的有这个 那完蛋了 那完蛋了 你知道什么叫158兆 完全不能想象 158兆的话 那美国就是已经死定了 而且还是美元 对这是美元 158兆美元 那假设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看美国什么时候死而已 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这个如果是事实 假设世界上的金融投资家 这是美国财政死亡的概念 对因为这个 你如果真的是158兆 你不可能还了嘛 你已经没办法还了嘛 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 那就是全世界对美国信心崩盘 所以才会有这个 美元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是啊 对啊 这就是庞氏骗局 我觉得这很可怕的是 大家不要忘记 你以为只有美国会倒霉 如果美国真的 真的整个崩盘的话 那全世界都要跟着倒霉 我们台湾这种出口打压国家 一定死得非常难看 百分之百 所以我觉得真的 我们要皮绷紧一点 要仔细观察美国的走向 对到此刻为止 它是无解 而且还在恶化当中 而且恶化的速度 比大家想象的都还快 好这个 我让这个力量军 讲一下华为好了 这个华为动作很大 首家海外工厂 确定在法国 就是欧洲的一哥 欧洲一哥算是 你知道 因为他这个 我们看到 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 不是带了一个天团 到中国大陆访问吗 拿到了很多大单 很多大礼物 那华为事实上 在这个法国的布局 也2003年就进去了 目前光在巴黎 六个研发中心 一个全球设计中心 布局很久 然后中间经过了疫情 经过了这个中美对抗等等 所以就延迟很久 到现在为止 终于大势底定 那年产值大概是10亿欧元 折合台币331亿 法国是华为最大的海外市场 那任正非还视为是第二个故乡 那到此刻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 很快就可以投产了 好像时间好像是2025年 你怎么看华为 这个大的一个投资 第一个 我们知道欧洲现在来养 跟中国来养的话 其实在冯德莱恩 前两天才刚到中国去谈判 对不对 去拜访中国 但是好像没有双方来讲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局或结果 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但是欧盟来讲他自己本身 其实他并在欧洲来讲 他并没有觉得影响力 真的有影响力 其实还是国家的总统 各国国家总统才是真的有影响力 不管是德国总理或法国总统马克宏 这些他们自己对自己国家还真正有影响力的 那法国 整个欧洲来讲的话 他就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对不对 叫你美国加入美国 站队到美国那边 然后跟中国采取对抗方式 第一对抗的两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华为 对不对 科技你不可以 5G科技不可以 欧洲不可以用 对不对 所以说意大利就退出一带一路了 第二个对抗的重点是在于 就是电动车 因为中国电动车卖得很好 把欧洲几乎都快要打趴了 所以对欧盟来讲 这两个是他的威胁很大的 一个是电动车 一个是华为的科技 那我觉得法国来讲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外交或商贸上面 他要有独立性 他虽然说他就不见得听你整个欧盟的指挥 或者是跟你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马克宏他认为说 我觉得这是华为在这边 重大的意义是说 华为在这个地方 又重新可以在法国这个地方 又开始有他的一个落脚生根的一个开始 那他现在从小地方开始做 这次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他不是卖什么手机 或者是做5G或什么 他只是做什么 做一些4G或5G的晶片 基地台的设施 基地台的这种基板设施 这种小东西 但是从这些小东西 我们可以注意到 之后华为毕竟来讲 他现在已经发展了他的电动车了 那会不会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慢慢扩张我的影响力 从法国可以开始说 从法国开始落地生根 然后整个影响到整个欧洲 我觉得后续我们可以看了 因为毕竟来讲 全世界未来需要 就是一定是网路的世代 那你5G你一定脱不了 第二个是电动车的世代 你一定跑不掉 对不对 在欧洲自己目前 他希望能够有清洁能源的 这种状况之下 他还是 到时候还是会需要 中国这方面来讲的 这种科技方面东西能够进入 那我觉得华为也看准这个商机 现在从小地方开始做起 而且这个对法国来讲 全欧洲现在经济都不好 那他的投资给法国创造了 将近800多个 800个工作机会 所以你说这个嘴巴上 这个抗中等等 跟着美国走 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 所以法国一哥 有法国一哥的担当跟操作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变成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